中国花鸟画经典品评与绘画记忆课程 是中国化学线上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部分内容由一个序论 两个章节组成 其中序论一讲 章节课程共16讲 第一章是历代花鸟画经典品评赏息 共6讲 由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韩璐教授主讲 第二章为传统花鸟画的绘画记忆演示 共10讲 由中国美术学院张权教授主讲 通过这两章16讲的内容 分别介绍了中国花鸟画艺术 在审美品评上的基础理论知识 和在表现记忆上的基本绘画手法 众所周知 中国花鸟画艺术是一门古老的绘画艺术样式 与其他中国艺术门类一起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 最具东方特色和中国韵味的绘画艺术样式之一 千百年来 中国花鸟画艺术在不断发展和演进过程中 不论在审美品评理论 还是在绘画表现记忆上 都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理论文献和经典立作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不断深入学习 发掘探究和借鉴推广 学习中国花鸟画艺术是一个漫长的物化修炼过程 仅仅通过听线上的几次课还是源源不够的 这里由于课室原因 只能是抛砖掩域 简单介绍一下审美品评和绘画记忆的方式方法 目的在于提升对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学习兴趣 掌握一些基础的品评知识和绘画记忆 如果真想要学习 还要在线下多看 多想 多实践 通过日积月累提升审美的辨别能力 通过循序渐进来提高绘画的表现能力 本课程教学注重严守并举 意理兼容 在表述上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 简明额药 在品评图例和示范题材的临选上 尽量选用有代表性的花鸟画作品和相对常见的绘画题材 并通过风格介绍 艺术产说 个案讲解 图例分析 技法演示 互动交流等方式 使学生能进一步了解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审美品评方式 及其基本的绘画表现记忆 并从中感受到中国花鸟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